人间会拥有 拥有就会失去 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很开心 但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你会很难过 有一个方法会让你失去的时候不难过 那就是少拥有 不去追求 不去拥有 知足曾经被佛认为那是最优秀的理念 对学佛人来说 不开悟想不通 你就会去犯罪 不明理你才会属于思维犯罪 人常犯错 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我们要跳出人的狭隘境界 提升自己的崇高境界 让别人能够获益的人自己一定能够获益 记住了 竞争没有办法制造出任何美的东西 傲慢 无法产生任何高贵的品质 在人生顺境逆境 都是消业障 争不会的住缘 心中无非 没有是非 你就没有烦恼 心中无爱 就是没有障碍 你心中就会无乱 你才定得心下来 所以一个人一辈子要多说一点 让别人感动的话 多做一点 让别人感动的事情 你才能成为人间菩萨 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州 有一个小男孩到屋的后面 湖里去游泳 水很凉爽 小男孩不知不觉呢 游啊游啊就游到河当中了 这个时候呢 一只鳄鱼正朝小男孩游过来 小男孩的父亲呢 正在后院里干活 无意间呢 看见小男孩跟那个鳄鱼 越来越接近了 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像疯了一样 边跑边向他孩子叫 儿子啊有鳄鱼来了 小男孩听到父亲的声音 立刻掉头向回游 但是还是晚了一点 当父亲抓住小男孩的双手的时候 那个鳄鱼也咬住了小男孩的腿 一场撕心裂肺的争夺战 父亲和鳄鱼之间展开了 当然鳄鱼比父亲的力气要大 但是这个时候 父亲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死死地抓住小男孩的手 就是不肯放 在危机关头 一个农民经过 拿出猎枪 瞄准鳄鱼的头 开了一枪 小男孩被送到医院里得救了 他的双腿上 全部都是伤 就是那个鳄鱼咬的 留下来的 而小男孩的双臂上 也布满了伤痕 那父亲 那是没有办法 死拉住小男孩胳膊的时候 手指甲镶嵌在孩子的肉里边的 当当地的报社记者 采访小男孩 问小男孩 你能不能展示一下 你的伤疤 小男孩抬起了双腿 然后这个小男孩非常自豪地说 你们也看看我的手臂 我手臂上也有很多的伤疤 那是我爸爸不肯让我被鳄鱼吃掉 留下的 小男孩的自豪 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 人们突然懂得伤疤 不完全都是留给人们痛苦的 有时候伤疤 会带给人的自豪和感动 师父说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你们 师父在红把度人的时候 我也像这个父亲一样 死死地咬住 拉住你们 不让你们被业障所轻 被恶习所坏 有时为了救你们 师父的言语重一点 就犹如小孩手臂上的伤疤一样 救人 会有些痛苦 但师父相信 你们都是一个好孩子 会理解师父这番苦心的